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品慧 那每一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故事 那通常呢 往往你想要把自己的戏演得很好 但是通常都会演得非常不好 因为呢 通常都是我职太大 我就是那一个我职很大 然后过得不是很开心的人 记得我刚还没有入超码的时候呢 我自己都觉得说 我常常为别人想 可是为什么往往等不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有点自以为是 对 一直为别人想 但是可能别人并不是想要你那样子的关心 因为你的关心会造成别人的一个压力这样子 然后在我去 应该说去年底 有参加12月22号及23号的一个课程跟讲座 我整整睡了两天 那起初呢 我自己其实 呃 说没有触动那个你自己的身心灵那一部分 其实是骗人的 因为当天其实老师有放下一首歌叫牵手 当听到那个曲子一下来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有感动到 然后也就是有掉了两滴眼泪 可是自己就是死压子嘴硬 你就不承认说我有被那样子的一个环境 然后跟那样的氛围所感动这样子 直到就是后续就是陆续参加了许多讲座 那也参加了大阪根的一个讲座 心灵课程 当下呢 感受感觉非常深刻 因为觉得说每一个学员都会想要问老师非常多的问题 那老师呢 也就是不厌其烦的一一的回答每一段的问题 当下我被他那样子的一个温暖的感觉给触动了 我就跟我自己讲说 我必须要跟他学习 因为我想要改变我自己 那其实在我之前的工作 我是护育人员 那我工作的环境呢 其实就是每天是属于不能量的一个状态 在之前呢 我是待诊所 那因为我之前的老板呢 他就是一个工作狂 不管有多少的病患 他就是全部都接 那其实呢 久而久之就是会造成我们不议人员的一个压力 那我也因为就是跟他有起了一些争执 就是一个我时太大 然后结果离开 离开那样的环境 之后呢 辗转到医院 到医院的时候呢 我所接触的病患呢 都是一些插管的病人 完全不会动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其实很想要人家关心他 可是偏偏他们的家人都不来看他 那常处于这样子的一个不能量的一个状态呢 我也待不住 我最后辗转到就是想做轻松一点 就是自在做巡回见点中心 那我当我在那样的氛围 我不用直接接触病人 但是我接触的是人 那一样 每一个老板都喜欢赚钱 但是他没有想到说 你的员工到底是能不能符合那样子的一个情绪 我的同事呢 每天都够抱怨 哦 今天的场有多难做 今天的case有多烂 然后每天每天不断的听这一些抱怨 久而久之呢 我自己心理上已经开始产生了不能量 但是呢 你自己不会觉得说 是自己的问题 因为呢 就是你不会愿意想说 嗯 在那样的环境 你会觉得说 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子 那所有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 在某一天 我突然接受到一个讯息 那讯息是跟我讲说 我可以升上来就是当一个带队的组长 我经理想说 哇 我才刚进来不到半年的时间 你马上升我当组长 我心难的接受 我也没有特别的去拒绝他 但是我知道说 其实我的前辈们呢 一个比一个都还要强势 那我们刚进去的菜鸟啊 我们就是 学长学姐们说什么 我们就是听话造作 但是呢 因为他们的年纪 其实我同事啊 很多同事的年纪 其实都可以当我的妈妈 当我的爸爸之类的 那因为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相处呢 我们必须就是尊重对方 那我们也不会想要跟别人起冲突 那就是往往呢 你也不好意思就是对他们发脾气或什么的 只是可能就是偶尔就是摆错脸 摆错脸给人家看 但是 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累积下来呢 你真的就是不自觉的 你那些负能量 你的情绪 全部都会写在你的脸上 那我也是真的是某一天啊 真是误打误撞 就是刚好是在跨完年 然后圆月1号 我妈妈其实也是学员 我妈妈是依儒 然后她某一天呢 我就问她说就是跨年那一天 我就问她说 欸妈 你今天不用去上课吗 其实呢 我不是想要跟她一起上课 结果她误以为我是想要跟她一起来上课 其实我始至想要把她赶出门 让她不要待在家里 因为我觉得我跟她相处 我情绪不好 然后我跟她相处 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子起冲突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要上课 我就跟她 她就说 她就问我说 你也要上课啊 真的当下你真的不好意思拒绝她 因为她那股热心你知道 她想说 天哪 我终于有女儿想要跟我进操嘛 想要跟我一起学习这样子 就这样子呢 我误打误撞也进入操嘛 那时候记得第一次来上课是 原本是礼拜一的晚上 是孰明节的课程 晚上呢 第一天来 扑空 因为刚好大家都工修 第二天呢 礼拜二晚上 殷琪的课程 我就来这边上课 那来上课的时候呢 当下大家都 我觉得有些话就是 大家只会讲说 你女儿长得真漂亮 然后就是等等一些就是 你要夸奖你的话 你也不以为意 你就觉得 哦 理所当然 你看又是一个自我的那种 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状态 上了几次课下来呢 我其实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 那某一天呢 刚好就是有老师在现场 就这样子 我就觉得说 也许吧 这个就是安排 那我就是 呃 有 呃 只要就是提早下班 然后刚好可以来上课 我就来上课 然后呢 最主要的就是说 会让我持续下去 也就是因为大白灯那个 我刚刚有提到的 因为觉得老师非常温暖 那他让我真的觉得就是 有真的有触动到我的内心 然而在 其实你会觉得说 诶 我可能从1月1号到6月6月之前 我应该是算是修得还不错 过得还蛮好的人 其实不会 因为当你在一个负能量的一个状态下 其实你的能量场其实是非常不平稳 一下子忽高 一下子忽低的一个状态 那个气场其实是自己真的也是没有办法 就是去去承受的 就在某一天呢 老师就是在网络共修的时候 讲了说 诶 他要骚兵买嘛 对 因为想我们的中心呢 准备就是要再就是要再进一步这样子 我心里想说 嗯 我依我现在的薪水 我不会想要换工作 但是呢 在晚上呢 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那那个电话呢 就跟我讲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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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兴趣要来中心上班 这样子 我当下其实是很开心 我会觉得说 这种幸运的程度 应该不是我可以接受的 不是我可以去就是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礼物 但是呢 在之前 因为殷琪看到我在6月2号 6月3号的课程讲座里面 我当志工 我真的当的超级开心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在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环境下 然后呢 你每天 你就是在那两天呢 你不管说你场地有多大 你状况有多少 那大家呢 就是一起 嗯 一起就是去解决那些问题 然后一起共事 然后其实大家的心都是一样 因为我们想要来这边学习 因为我们想要去做那个改变 就这样子 我那时候就是 心里只是 嗯 无意中的啊 讲出了一句话 我想说 如果呢 能把这样的一个事工当成是职业 那该有多好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我就接受到就是天替给我的这样子的祝福跟礼物 我就是觉得还蛮开心的 然后在超马的这个学习当中 不是只有单纯的就是说 你上上经会啊 上上共修啊 你平时呢 还要落实就是地址规 然后 你要返球租金 你遇到事情 你必须要自己去控制你自己的一个情绪 你自己的一个能量场 再来就是 每天要记得就是要写心得 然后加上就是说 积极的参加就是活动 嗯 中心所办的每一场活动 你要把那一种 你想要改变的心 嗯 展现出来 然后不要抗拒就是说 跟语言分享 跟人家分享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的我啊 我真的在之前啊 我真的不好意思会跟人家讲说 诶 我现在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系统学习 那你有没有兴趣要来跟我一起听 我不敢去做那样子一个邀约 但是就在上礼拜 我的外婆礼拜二 就是摔倒脚骨折也开刀 我的妈妈也是在礼拜四 两个人就其实间隔相隔两天 他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告诉我自己说 其实我必须要去做改变 也许我的 也许我自己去做这个改变 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你的改变也许就是会影响到其他的每一个人 都不一定 对 因为天地的爱其实一直都在 那只要你愿意 你今天今天发愿说你今天要去帮任何一个人 那我相信其实他们都会听得到 就是这么简单 那 其实我很紧张 其实我超级紧张 我在这边我很开心 我在中心上班其实才短短的几天 我每天都好开心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可以得到这样的幸福 那我期许真的是祝福大家 就是加入超马 然后大家一起共修共荣共成 然后一起见证这些就是奇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